作为一个贵州人 我也不知道这个景点 也是看到这个网上有人去扒这个地方 有人去写一些路书啊 攻略啊 才知道在贵州的独山 有一个叫甲青兵舅的这么一个村子 那这个叫景色 甲青兵舅 什么是兵舅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持不同观点 但是基本上这就是 叫喀斯特地貌当中的一种体现 就是漏斗啊 这个地面的漏斗 它其实会连通到地下河 那从地面上石灰岩 被水长期的这个滴漏以后形成的 当然另外一种说法是冰川 冰川遗迹 我曾经去过这个 绍兴的那个千里十浪啊 那个十浪冰川 那都是黑石头是吧 因为到了今天怎么会是白的呢 而这个是明显发白的这个石头啊 它应该跟冰川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喀斯特啊 石灰岩地地貌形成的 尤其是在独山接近广西这边 所以它的这个地漏这样的像石笋啊 这样的这种地形是比较明显的啊 当然这个地方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 主要就是交通太困难 很难的走到这个地方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公里 但是有人说在这地方走一天也不过走两公里 因为上上下下爬进爬出 所以很难走啊 为了看这样的景色费那么大的力 可能也是不值得吧 但是中国的景色确实是很优美 很值得开发 这样的地方如果有比较好的交通的话 相信会被更多的人喜欢的